可能现在在听的是神旺第一线 希望大家帮忙点赞、订阅和分享 大家看过订阅状况 帮我视频直播剧场——沐沙冷气 和主持人的各位频道 希望大家也订阅 也希望大家帮忙把直播节目和自读分享出去 多谢大家的支持 殉坤说做工一定要表现 做不做一份工作也不要紧 让人知道你穷同时也欺负你 其实大部分打工制都是穷人 哈哈哈哈 大部分打工制都是穷人 很多人都知道你没有钱的 哈哈哈哈 梁家文说他有很多广告 不好意思 微博的收入就是靠广告收入的 如果大家不肯看广告的话 都是收皮的 成本都收不回 这个也没办法 BB就说只有打劫或做六合彩可以一夜保护 不要想打劫了 香港是不行的 其实香港现在到处都有天眼的 你到处都有天眼的 打劫想可以没事 不让警察捉 基本上也是不可能的 这些也不要想了 想了也没用的 不要想了 刚刚收到的消息就是 是在宏福苑那边的 那么 哈哈哈哈 即是在宏福苑那边 也要多说一点 结果本来没想着说这么多 结果也要多说一点 再说一点 在宏福苑那边 大家要小心 有一帮有私心的人 就跑了出来 搞某些事情 最好当然是拉回头 推翻立案法团 我觉得也是没问题的 这一步是可以做的 推翻工程合约 这一步真的不要做 因为乐趣台做了之后 他们的业主要多付多少钱呢 我告诉你 你现在是没可能预估的 因为又打官司又行 输官司就可以收他们的建筑公司皮了 你这样想就错了 别人的公司本身都是做几年就收皮 现实就是这样 别人搞的那些有限公司 这些事情都是做几年就收皮 你跑去告别人 你为什么 你根本没有意义的 这些事情 其实要做好一件事 不是告来告去就可以了 有些事情 告来告去根本是没有意义 有些事情 为什么一定要告 如果你真的严重损坏某些人的名誉 告呢 我觉得是对的 但是 你也要是 在大家谈过的状况之后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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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有办法调和矛盾 真的要告的 那才告 你有办法调和矛盾 我也是不建议 告来告去 告来告去是益律师的 有些事情 大家都知道 你为什么要做 arbitration 那些 那些 为什么要做 香港现在也做 arbitration center 要做 国际调解中心 我也忘了 arbitration 中文是什么 再说一下 要做国际调解中心 那为什么要调解呢 因为 其他法律程序是很贵的 其实你第一波 你把业主立案发团的人 下来之后 你就用调解的方式去做 你再说 我要推翻合约 高来高去 糟糕 到最后一定是 你给多了钱的 因为我们做工程 我也多说一点 为什么我一直都说 你不要推翻合约 我们做工程的人 第一步 一定是先调解了 你看看郑若华去搞调解 其实他也是调解 construction contracts 就是建筑工程的合约 那些建筑工程的合约 郑若华 对上的那个律政司司长 他的专科就是搞调解的 其实我很佩服他的 一直都 我没有律师牌 但是 我也参与过很多 调解的工作 是参与过很多 调解的工作 就是你做调解 因为 永远都是比找律师好 为什么呢 因为到最后 大家都是 你做承建商 想拿回合理的利润 不是说不给你钱赚 但是你要做到事情 是不是 就是有些事情 你做好事情 做好它 拿回合理的利润 没有人会反对的 其实 好了 业主也是想省钱 其实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 业主想省钱 承建商想赚钱 顾问公司也是想赚钱 其实可以做到三方 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是真的好的 是绝对 有一个方向是可以做得到的 你现在有些人 肯定是有私心 他们肯定是有 之前我说过的 和香港监察那群人有关联 有部分的 我不是说他们 现在宏福苑是这样的 乐趣台那边 我差不多肯定他们那些人 和香港监察是有关的 当你一搞这些事情出来的时候 你搞得很糟糕 我的看法是搞得很糟糕 到最后大家都没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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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约有可能要面对几千万索償 其实一定要保持合约 然后再谈对业主是最好处的 但是有些人是有私心的 有些人 我认为还想把这件事 推向另一个方向 因为香港大维修是一个大议题 本来真的没有想再说宏福苑 刚刚有人给了我一些讯息 为什么还是要再说一次宏福苑呢 宏福苑没有观看 因为他们只有1984个业主 基本上没有观看 但也要说 因为大维修其实是一个大议题 我不是阻人搵食想杀人父母 你们搵食还搵食 你不要太过分 你知道吗 香港 有些人当然想吃大份的 吃大茶饭 但是 你如果想吃大茶饭的话 你很有可能 就会搞烂整件事 搞烂整件事 政府管得盐的时候 你连一碗饭也没得吃 其实为什么那些专业行会 经常说要self-regulate 要自己管自己的 不要政府监管 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政府监管有一个趋势 就是很容易管死整个行业 你整个行业都管死了 为什么我说政府要把关不是管死 把关呢 都是你的行业里面的人自己管自己 是很离谱的人才收他皮 如果你太多这些害群之马 你搞到政府要管死整件事 你到最后 人人都没得玩 人人都没钱赚 业主也不会好了 因为regulation太厉害 的时候 你拿出来的钱又会多 就是要拿一个平衡 明白吗 Keef Yung 说 其实价钱了工程公司 不用做就代几千万 为什么那些人觉得 毁约可以不用赔钱 我是不知道 他们可能觉得 我推翻了业主立网法团主席 那这个数据是他自己背 但是我就告诉你 不是这样的 那些法律不是这样的 那些法律很多时候 都是法团要背一条数据的 我告诉你 你试试看龙盆院那里 之前龙盆院 他们的法团就和谭香文有官司 谭香文就告他诽谤 谭香文就 拿了一个和解的方案出来 赔一元 就澄清道歉就可以了 但是龙盆院那里 他是拒绝了谭香文的和解 然后呢 法官判了谭香文是贏的 然后是要赔钱给谭香文的 如果没有记错是这样的 大致上是这样的 法团要赔钱的 那不是那个法团的那个人赔钱 是那个法团要赔钱的 结果搞得也是 结果就是业主赔 你想想究竟 那些人是做什么 你也要明白 哈哈哈哈 是吧 Karen Chan 说 每个人都是业主上身 还没有人做主席 没错 他们很多时候 都是法团要赔钱的 你想想 如果是法团要赔钱 你想想就知道 你到底是不是又是业主给 那Kuma Ho就是仲裁 仲裁也对 是的 通常这些合约有两步 Arbitration 之前 第一步就是调解 可能我说错了 不过anyway 总之也是那类东西 总之这也是那种方法来的 就是处理那件事 调解仲裁就是 mediation Arbitration 就是仲裁 有些东西我都说错了 有些东西我记得 有些东西就记不了 因为没有用中文的 term 第一步是mediation mediation 就是调解 接着Arbitration 就是仲裁 好了 算了 就说到这里 Kieffield就是赔了两百万 给谭香文 哈哈 谭香文也要给律师费 哈哈 他赔了两百万 也没钱收拾 结果是 是吧 唉 那算了 就说到这里 真的不要听某些人说 把这件事变成推翻合约 我再多劝他们一次 有些人有私心 我知道 没办法 好了 休息一会儿回来说其他话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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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